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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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 就是 這次的這個,跟主辦商一起合作 我是嘉義,進步教育院 前任醫師,然後我現在正在嘉義市 六府診所職業 那我是一個在診所工作的醫師 它是我另外一個工作 我另外一個工作是做安寧環河 就是居家照顧 那 一直以來,我都有在注意這環保團體的 一些訊息 那很感謝就是前一次跟 網路執行長,這一次能夠 一起來嘉義跟我們參與 那也是因為他們不斷的努力 所以我知道說 似乎我們嘉義的空心 並不是他 那我在做這個居家 安寧居家 就是去到漢的家裡 照顧那個末期的病人 我想在座可能 各位大概沒有人看過 比我還要多的這個 往生的人 那我常常很納悶說 為什麼我們鄉下很多的 這些阿嬤 他們沒有抽菸 他們只是農夫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得肺癌 而且都是肺癌 那我就是一直覺得很奇怪 所以接下來就是 我們花一點時間去瞭解 那今天呢 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日子 今天是五天 比較高的空氣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小朋友 都可以呼吸到很乾淨的空氣 我們可以進去 那我之所以開始 關心這個議題呢 是因為我被我自己嚇到 我以為我到的時候 就是我們將成本 某一天 我的天啊 那個 那個那是王子飯店 為什麼頭不見 那 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想說 那我應該查查看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後來就是 做了一些計算 就是用環保數的這個數據 把它調出來 做一些計算這樣子 那 那時候我算出來 年平均只是40 那我把 我按照這個 參考這個張藝夢的這個分類 然後做了這樣子 那 後來我覺得做了這個訊息 應該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就把我放到網路上 這樣子 那 也很快就得到我們這個 方法局的一個會議 因為這個是還沒有打折之前 應該是要 乘以這個 0.68 那 這就是當時呢 的一些照片 就是 我那時候覺得說 欸很高興就是 那時候我不曉得 張董找我 那時候就是聯合報 那 那 也很湊巧 那時候我們 我們這個 醫療發展協會 剛開始籌備 那 那 很感謝這個 環保局 就是在 報紙上面 就提供了很多的資料 那我知道哪裡 可以查參考資料 那我就去把參考資料 都調出來 那 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94年到101年 這是我們嘉義市的這個年聘均值 從 47 47.2 有沒有到 39 都有 所以這個當然是 我想這是自動的嘛 這個是一個自動的 一個建設的 那 事實上 不管是大集車 呃 我想這個 這個 分數呢 還是其實 還是蠻高的 那當然 前醫師他們也一直提到說 這個是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對於PN2.5 他在35這個Mintal Round 這樣子濃度 是要對人體的這個 違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嘉義市呢 過去這段時間 這 這七年來都是大概40級 所以呢 大概也都是 我看都是在第二級到第三級 這樣子一個程度 那 對於一個民眾來說 就是我們站在民眾的立場來說 我們到底 我們如果不能上網的話 我們就知道 到底PN2.5是多少 對不對 我想我們大家聽了這麼多 這個有害有害 啊 數字又這麼高 這麼多人 那我們就很知道 那我想說 大家剛才看到 玉山那個照片就是 他很好的時候看得到 所以從能界度上 是可以做一些參考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大家不要猜猜看 請張董猜一下 這一張大概是多少 這個就從我們火車站 看到天水質而已 這個答案我都公布在網路上 這個答案我都公布在網路上 這個是125 這是自動的 這個是75 大家看到那個 卡農 看不太到 那個 丟棒球的那個 那這個25的時候呢 後面遠方的山 其實是看得到 所以從能界度 也許可以做一些參考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請 請這位 我們來猜猜看 左邊這張是多少 100 100喔 你有跟我怕嗎 那你猜猜看 你猜猜看 右邊這張是多少 30 他說左邊是100 右邊是30 很抱歉 各位都不對 謝謝 左邊這張是49 右邊這張是70 怎麼會這樣 什麼問題 那這個都是從我家看出去的 同一個角度 同樣的時間 所以其實這些數據 跟這個 我們實際上看到的 是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我們的側站 並不是擺在我家門口 我們的側站 是擺在我們嘉義 跟人的親家國小那裡 那所以 到底民眾要怎麼樣知道 到底目前的PM2.5是多少 例如說 嘉義這個是 我們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這是好心人做的很謊言 那可以知道說 這時候是127 可是我們民眾 他怎麼會知道呢 他如果看到這一張 他可能也不曉得現在是77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民眾是要怎樣看天空嗎 還是上網呢 還是下載那個環報數的APP 我有去下載 可是都是 但是就是很難用這樣子 還是看電視 是不是可以看電視知道 我們很希望說 氣象預報可以讓我們知道 還是我們看報紙 每天早上7點 5點到7點假 報讓人家知道說 是多少 還是聽人家說 我想大部分的民眾 都是聽我說 就是來看著的時候 我告訴他們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上網 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數據 到底是哪樣的網站 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我們環保書 環保書的 它有這個手動監測 和自動監測 但是你看到這樣的數據 你沒有 你不會有感覺 那這個網站 這個也是好心人做的 但是應該不是我們台灣的 因為這都是簡體字 我們很早就被同意了 那這個簡體字 這邊它用的這種顏色 就是剛剛前一次講到的 這個AQI 它是用空氣質量指數 這個AQI去做一個確定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點二點五這件事 所以很明顯的 就是例如說 加一比較差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點二點五比較差 其他都還好 那像這個時候呢 剛好是請讀物 就是卡回社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是那個 台灣臨時政府 他們做的一個 好心人做的網站 這個網站呢 欸 我嘗試過 這三種網站 在整間讓民眾看 民眾就會告訴我 這個比較有感覺 看這個就知道 喔 太冷掉了 出去了看我的口罩 這樣子 下次後來就跟你說 我醫生我去買N95的口罩 真的很好這樣子 那所以 這樣子的 這個網站它很好 就是它可以直接點 那個地點 然後就會告訴你看 而且你可以看到不同的 這些污染污染 都可以知道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可能要回到 另外一個層次去談 這樣子一個污染污 左邊這個就是我們嘉義側站 這是親家國 應該是啦 加大 加大 不好意思 那右邊這個呢 各位 很不曉得是哪裡 這就是在輔導 這個是在監測的輔設 就是他們的這個小學校附近 在測輔射這樣子 因為這些 不管是P2.5 或者是輔射 其實我們都是 沒有辦法察覺 那它會受到風向的影響 那 它可能造成了很多的健康危害 各式各樣的動作 但是我們個人其實是 沒有辦法去預防 那我們學公共衛生 就知道說 個人沒有辦法預防的東西 就是公共衛生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公共衛生 最希望的就是 我們公共的衛星 不用真的去做 當然我們公共的 可以了解 這樣就可以了解 所以我想 其實我們面對這個P2.5的問題 跟面對這輔射的問題 其實是很相似的 那所以呢 剛剛我們也有提到說 我們有自動監測 有人工採用 所以這個數據 就算我們 我們可以上網去看數據 我們知道這個數據可信度 如果不是科長跟我說 要乘以0.68 我怎麼會知道 那我們都不是專家 這是一個高度的這個專業的學問 所以我們大家 像我也是 我以前一個月以前 我也是跟 可能在座很多人一樣 或是不是很了解 那在一個月的時間內 就是讀了很多的資料 才了解 所以民眾 他根本 沒有辦法去了解這個數字的意義 他怎麼會知道這個危害是怎樣 所以沒有知識 就沒有辦法預防 所以 這種事情呢 就是要公共我們 他的衛星 那這個時候 我們出現了幾個問題 專家的知識跟場面的知識 是有什麼 這個就好像 我們做這個 林中照顧 我的專業是林中照顧 他說一堆 他希望的是這樣 子孫在這裡照顧 給他好好照顧 但是他不知道到最後還是這樣 所以 所以我們講 我們 我們自己想的是 你跟專家 他是不是一樣的 一樣的這個 看待其實是怎麼 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幫 幫我們 嘉義士整理一下 我們有一個知識的落差 還有 數位落差 跟相機落差 什麼叫做知識落差 那這個數據到底是多少 我們要注意 這個是日本的資料 日本他們是用 因為我們 我們剛才講35 35是指什麼 是一整天的平均值 但是你 你就會問說 一整天 但是時間都民過了 我比較知道一整天平均值 我忘了什麼慾房 對不對 大家一定會知道 有沒有這個懷疑 我就有這種懷疑 我就有點慘 那發現說 他們用的是 早上5點到7點的平均值 如果是超過85 這樣差不多就是 一天就是7000以上 那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要 因為70以上就是對所有人而為害 所以我們大家就要慾房 所以我們台灣也是學日本 那我們 我們定的更嚴格 我們定的是 今年1月6號的時候的新聞 那時候我們是說 我們定80 就是早上5點到7點 平均值如果是80 有況 那我們就要慾房 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一個知識落差 你看 因為這個新聞 雖然是我們這個 環保團體的網站 可是呢 它這個圖也放不對 它也是放是PSI的圖 根本不是PM2.5圖 所以這個知識落差 其實不是只有 一般人 即使是關心環境的人 他可能也會這樣 那剛剛 我們 前醫師的一筆裡面 有提到說 教育部有一個通知 就是 空氣不好的時候 要通知學校 我就想把他當作這樣子 那我想說 那我來問一下 那這些都是我的病人 我問一下公文地 我自己的方式說 今天空氣不太好 今天有自己的網絡 你有沒有收到 他說 有公文的話 我們應該會知道 那 國小的學生說 你有沒有 老師跟你說空氣不好 今天體育課不要去外面上 沒有 然後呢 家長也 也聽孩子說過 另外一個學校的學生 但這個是很粗淺的一個 一個詢問 就是直接詢問 但我沒有去跟學校修徵 我相信 我們的行政單位 應該是有通知 但是 是不是沒有辦法落實到 我們的民眾 這個 我們等一下打一點問 所以我想 這個傳遞上 是會有落差 因為民眾 他們直接告訴我們 就說 我啊 所以數位落差 就是剛才提到 所以就是 各位可以去下載 這個環保書的APP 可是真的很難用 真的很難用 我很希望說 有人可以做出更好的 很方便的這個APP 那他 他說 他告訴我們說 你可以設定一個 警戒指 你可以設定方式 但是你要自己設定 設定好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 說今天超過80 那如果你沒有看新聞 沒有人告訴你要設定 你根本就不會設定 所以還是等於沒有用 對 還有呢就是說 那我們的老人小孩 這些人他不會上網的 他要怎麼樣 怎麼樣知道 我們的清潔隊員 像那一天 我看不到 耐死王子飯店的頭的時候 我們交通警察 還是站在馬路中間 連口罩都沒有戴 還是在指揮 就像剛剛 前一世那張 那個英國的圖一樣 那個民眾都戴口罩 而警察就是沒有戴口罩 也不曉得 還有我們的營造業 在馬路上工作這些 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現在的朋友 要丟失多少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 去解決這個數位落差 我想了很久 我幫你們想到答案 那我想我們公共衛生呢 不是競賽公共 我們要分層次 我們個人的層次呢 就是我們注意之外 我們避免外出 然後呢 我們用 我們家裡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 存備空氣性支持 那如果真的很高的時候 超過八十的時候 要待很久的 你知道嗎 那中 中央的層次 因為現在立口院被佔領了 就不用講了 那 當然我們知道很多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境外移路 這可能需要跟對岸做一些 這個我用很淺的字 表示說 我覺得很有困難 那我想我們今天在地 我們就是要注意我們地方的層次 所以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 來跟我們在地的一些 電視啊 視頻還是什麼 來請他們 我們是不是可以 電視做個廣碼的 大家看國標方法 也要看一下電視 今天是去還是去 這個公開的這個地景 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場所 讓大家知道 還是說我們 例如說 嘉義之音啊 這些地方的電牌 如果有比較高的 也請我們這個 環報局 通知他們一下 我們電台的時候 大家說一下 稍微看 30秒也可以 讓大家知道 那 甚至呢 要很高 要破百的時候 我們稍微 偶硬偶硬一下 也可以 通知學校 社區宣導 是不是 所有的診所 所有的基層 的這些單位 他們可以貼一下海報 衛教我們這些民眾 讓他們知道說 P&A我是怎樣的東西 我覺得 這些其實 應該不用包含很多的成分 可是效果我想應該是會很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不能夠砸了我們的招牌 我們是健康又高底融散的城市 我們是一個小而美的地方 我們應該要 那這個是我覺得 我推薦的場所 就是這個是我們這個噴水紙旁邊 我們這邊除了時鐘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 有一個空氣汙染的一個景子 警告 或者是我們嘉義室內 其實有很多這種 大型的LED的看光 那這個 這個各位可能看不清楚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宣導 就是清明節的時候 大家可以 這個 以公代金或以米代金 然後是集中這個燃燒 像這樣的宣導 其實 是不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大家 在等旁邊燈的時候 也都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空氣很好 那我想呢 這張跟我們父子家的同效 就是我們嘉義是一個健康 高底融散的城市 我們是不是可以 像這一天一樣 片二點五十一的時候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藍天綠地 這是我們中心的期盼 我想為一個公告家 謝謝大家 謝謝